发原料齐涨,吃早餐将变贵 张张掌,国际原物料价格屡创新高 农序商品行情也应干旱欠收,居高不下 其中牛油、奶油、儿童奶粉等乳制品 受中国、俄罗斯新兴市场的强大需求推升下 价格节节走高 芝加哥牛奶期货周一盘中 创下每100磅23.61美元新高 另外阿拉比卡咖啡,近年来暴涨70% 可可也涨超过一成 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说 咖啡、柳橙汁、小麦、砂糖、牛奶、奶油、可可和猪肉等八大早餐原物料都一起涨价 所有早餐吃的东西都变贵了 更糟的是,未来数月 全球许多地区还将因盛因现象出现干旱、暴雨 美国农业部估计今年全美零售食品 价格将涨2.5到3.5% 在经济复苏依然疲弱之际 恐会冲击家庭消费 由于咖啡豆飙涨 民众也关心国内咖啡连锁店是否跟进调价 统一星巴克主管佐表示 咖啡豆等原料由美国总公司统一采购 目前未听说有涨价计划 经营85度C的F美食则说 最近调涨后已反映成本 未来即使成本再涨 会尽量自行吸收 动新闻综合报导 好 凘 嘴 吸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